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一起泡新闻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我们的老台北 我的老台北没有一个固定的空间坐标 它在我们始终无法全然忘掉的往事里 而我们的老台北今天来到了第99集 继续邀请到京剧演员台湾第一舞生 台湾美猴王朱璐豪 璐豪大哥我们又见面了 在京剧这一行 老台北可能意味着就是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剧校 一个就是舞台 是 谈一谈那个时候你最熟悉的这两个环境 好 金剧的剧校啊 我是9岁 然后考入了陆军办的陆光剧校 当时呢剧校我们还不叫剧校 我们叫做陆光国剧训练班 所以我们这一班有40个同学 17个男生 23个女生 我的剧校就是从这里 我的台北人生就从这里开始 是 那您说的那个舞台 当然我记得我大概9岁进剧校 我应该是同年大概只练习了两三个月 我们就到了这个现在的中正纪念堂 当时叫做陆军总部 陆军总部 当时叫做上海陆 我从初中开始就是在那 第一个是陪我父亲打网球 第二个是去游泳池游泳 那陆军总部很大 很大 一直后来是为了盖中正纪念堂 所以他才迁到龙坛去 所以我的第一次演戏 应该就是在陆军总部 在总部里面 在总部里面 我记得我当时演的这个戏码 叫做姚前树 姚前树我演三太子挪扎 翻跟斗就翻到台下去了 所以我的舞台生涯 是从陆军总部的礼堂开始 那个时候作为礼堂的表演场所 还真的不少 大大小小 对很多 当时我就九岁十岁吧 我觉得那舞台很高 所以你翻跟斗掉下去 我自己爬不上来 还得还摔一架 还得要这个长官把我拖上来 所以这个舞台是我的第一个舞台 那等到十岁以后呢 我们也渐渐学了很多的戏 就开始在中华路的国军文艺活动中心 那个时候是不是叫国光戏院 对国光戏院 那个戏院真的是留给我太多太多的回忆了 从小一直到退伍回来 然后一直在这个舞台上成长 茁壮 一直到前几年听说那个国光戏院要拆掉 我们还去评调一下 我觉得好可惜 那个舞台留给我太多的回忆了 甚至我们连台风天都在演戏 那个时候每天都在演 然后甚至台风天 我记得那时候演什么戏 通常这个大比赛的时候 对 三军比赛的时候 就是台风也会来的时候 所以七八月其实就很多台风了 是 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 啊台风来了就停演 没有 所以我们不管什么戏 只要台风天照演 甚至演到台下来漏鱼 是 到台上都漏水 我们照演 是很有趣的一个的一个回忆 国光戏院大概寒跨了前后有多少年 好像是我在我以前他们就开始了 听说听说这个资料查 好像第几届的金马奖金钟奖都是在那里办的 更最早的 最早的最早的 所以那个舞台对台湾的很多艺文界人士 以及金剧啊 就是国剧啊 呃都是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场地 哦不是不是他 我觉得他这个很适合演戏曲的地方 前台后台 他都是有那个家的味道 有一点拥挤 有点狭窄 但是我老是感觉温度比较高 嗯对跟观众的互动很高 而且后台呢也不是很大 嗯哦 所以我们在后台有时候讲话聊天太大声了 前面还听得到 从少年青少年到青年 另外一个非常像家的地方 嗯就是聚校内部 是 以及师长 在前一个礼拜的节目里面 你为我们介绍几位老师 特别是有军事管理 嗯 这个严格管管教 还有甚至还有鞭打 是是是 可以多谈一谈 在你的行当里面 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老师 所给予的特殊的启蒙 好 其实我的恩师应该说是 穆成同穆老师 嗯 那他是这个回教 然后他也是上和域上派 嗯 他是天津的 天津几古社 是 所以他是学上派 所以他他对我的教导呢 就是比较注重功底的这个这个训练 嗯 甚至我我那时候学的什么挑花车 是 长板坡 都是走上派的路子 是 他的特色是什么 特色啊 他的特色就是一个 他的亮相呢 都比较居重 嗯 他的亮相都是很扎实的 起码蹲当势 是 武功呢 就很扎实 他不像杨小楼 杨派呢 杨派的比较多一个子舞相多一点 嗯 在舞台上45度的那个感觉 眼神 还有念白很潇洒 那上派就是一个很居中 很扎实的一个功底 呃 念白呢 就是呃 没有那么多的飘味 嗯 没那么多飘味 他就是很扎实的这个念法 所以我的这两出戏都是走上派的路子 是 呃 当然了 这每一代的人教戏都有不太一样 像沐晨洞老师教戏呢 他除了给你一个很扎实的训练之外 他最注重的就是脸部表情 哦 他就是让你要有脸上要有戏 嗯 你如果脸上没戏 他就是一个呃死脸子 嗯 死脸子看起来这个武生就是很威严 嗯 但是他并没有 没有个性 没有个性 嗯 呃 当然除了沐老师以外 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另外一个老师 他不是武生老师 哦 他是无丑老师 是 他叫做陈慧楼 哦 他是立家班的 陈慧楼不得了 陈慧楼老师呢 他也是非常知名的电视剧 电影演员 电影演员 电视剧的代表作应该是挑夫 对 电影的代表作应该就是和欧威一起演的秋爵 对 嗯 他演个贼嘛 对 嗯 他的个子小小的 是 我我我记得那时候跟他学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三叉口 是 那个三叉口啊 我跟另外一个同学 我们俩一组跟他学 他教东西很严格 他话不多 他不会告诉你说 你这一套打的缺点在哪里 嗯 他不跟你说 他的眼神就这样子一瞟 你就再来一次 嗯 你知道我跟我那同学三叉口 的那个对双刀的打啊 是跟陈慧楼老师一起教 可是陈慧楼老师教的东西啊 我觉得他是一个 或许他对戏的敏感度很灵敏 所以我那个时候才十五六岁 是 他就 也就是国中年 国中年 他就问我一句话 啊陈慧 你认为 武松喜欢潘金莲吗 哦 就问到心里的 我根本不懂 如果才几岁啊 我也不懂 我心想说 老师怎么教 我就怎么演吧 对不对 他就问我这一句话 我当时心里面想说 我们那个时候才十五六岁 还不懂得男欢女爱的 的那个事情 可是他给了我一个 很很好的药引子 让我知道 阎武松不能够完全照传统 传统就是一个死脸子 就是一个英雄 刚正不阿 你知道吗 跟木头一样 知道吗 所以他就给了我这么一个药引子 所以我在跟我同学在排练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点点跟别人不太一样 然后另外那个 哪里不一样 你一定要讲 因为我会心跳 我会紧张 我眼红心跳 脸红心跳 所以你也要让武松开始表现出 对潘金莲有一种情怀 有点情愫在里面 他是爱他的 然后另外教潘金莲的那老师呢 也是很有名的 叫做白玉威白老师 白玉威白老师 那白玉威老师呢 当他在替同学在排盘金年的时候 哇你都不知道白老师的表情啊 那个手势啊 真的是美极了 然后我那时候才青少年嘛 我眼睛都不敢看白老师 因为他那个挑逗 那个眼神啊 会让你触动 当然我同学可能没有像白老师 这么的这么的这个传神啊 但是我们两个人就知道 哦原来武松潘金莲不能够照传统的眼 传统的眼的话 潘金莲就是一个荡妇 武松呢就是一个木头 所以我们两个人呢 因为跟这两个老师学了 哇在我们两个人心中心目中 就觉得啊原来武松 还是有情有爱的一个人 只是爱于礼教 他不能够去爱嫂子 是 所以由内而外的表演呢 观众就会看到不一样 因此我们两个人这出戏 从国中阶段一直红到我们俩退休 哦 对 就是让至少从武松这个角度来看 他必须在表现出对于这个对方 看起来像荡妇的这么样一个女子 他还得有抗拒自己受诱惑 对 某一些挣扎 真的 所以这个挣扎可能 小时候还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 一直到自己也结了婚了 生了孩子以后呢 就慢慢体会到原来 原来武松的心情有这么复杂 是 起码在小说里面也表现出来了 斯南安在描述潘金莲 我们用传统的话讲勾引武松的时候 他前面29个叔叔就叫他称呼 是 最后第三十个称呼是你 当他说你的时候 他也是迸发了那个不可抗拒的那个情感 是 所以的确在戏剧里面 如果说再往人性深处说的更细一点的时候 我相信任何一个刻板的角色 都可以为他刻画出比较有深度的性格 对我想我在剧校当中 穆成东老师 陈慧楼老师 还有就是曹俊林曹老师 曹俊林曹老师 他是来教我陆文龙 陆文龙 他跟我一开始上课 他说这个陆文龙就16岁 跟你年龄一样 我跟他学习正好16岁 所以他说那你觉得他要怎么演 我心里想说怎么演 我就照我自己演吧 当然了他陆文龙前面的车轮战 特色就是那个双枪 还有那个半腿朝天灯这些 可是你每天要踢 我记得你收过一千腿 对 可是到了后半部的段背说书 说书那场戏 那个时候的学的时候 老师就说 这个是一个你的身世的一个说破 你要怎么样表现 除了那些台词以外 你自己要去体会 所以我那个时候学的时候 从车轮战学的时候 等到我学了差不多以后 你知道我们的车轮战 我们要就是穿上扮上以后 我大概练了半年 半年这半年当中 也很累 我的脸色就很难看 很累 所以曹老师说 你是16岁的小孩 你是武功高强的 你的脸部表情要非常快乐 爱打枪 天哪 我根本快乐不起来 因为好累 所以这个就是曹老师给我的要求 就是你是个16岁的小孩 所以你每一次打完那些 那些宋朝那个岳飞的步将 你是开开心心的手舞足蹈 所以我是从老师的一个观念 来慢慢去琢磨去演出 可是我又觉得 我的段被说书的那一场 我又觉得我自己并没有演好 所以后来就看到海关国巨队 刘玉玲刘老师 也是非常知名的武生 当时我看刘老师年纪 可能就已经是50多岁了 但是他的说书 他就跟一个小孩一样 我就想说 我想刘老师这么大年纪了 他怎么演出来 就像15、6岁孩子一样 我觉得这一点 所以我就特别崇拜刘老师 然后也透过老师们 然后去找刘老师 去跟他 请教 又再深造一次 又把陆文龙这个信 又再深造一次 因为陆文龙在听断壁王佐 说故事的时候 他要从一个非常天真 好奇 到开始跟自己 有一点身世上面的相关的时候 他就有一点急迫 接着到后来就要愤怒了 这个变化要怎么体会 就像您说的 前面就是一个好奇 然后可是看了挂那个图画 挂那个画 他的爸爸是自吻 路灯自吻 他妈妈是悬梁自尽的 然后乳娘就抱着一个 可能就三个月的墙保 一个婴儿 所以透过王佐的图画的说书 慢慢的他会发现 这些东西怎么都套在我身上 而且他还去问乳娘 这个小孩是我吗 所以乳娘当然不敢讲 可是经过几番的 前后的对话折腾以后 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所以他愤恨 所以在传统戏当中 后面那一场 见金乌珠那一场 他并没有太多的琢磨 只是有几句话 就他要反正了 他要弃暗投明了 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 这个这个琢磨在最后一场 但是呢 一直到民国74年时候呢 我们陆光为了要国军一功竞赛 就把请了王安琪老师 就把这个戏呢 老戏心编 我记得是吴兴国他演陆登 然后他演断背的王佐 然后说书的王佐呢 是周正荣老师 然后我的乳娘是杨传英老师 他是老生 可是他反战老蛋 所以那一场戏呢 安琪老师在不违背传统的部分呢 又加进了一些 让陆文龙绅士的一个反应 那么他就要跟金物竹有一些冲突了 所以我们最后武打 跟金物竹那一段戏 就加的比较丰富 比较能够两个父子之间的冲突 我觉得安琪老师那场加的很好 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故事里头 有一段我不太了解 因为你是陆光 是 新国是复兴 对 既然是对抗的关系 为什么会合在一出戏里头演 吴新国是 他是一个扶兵役 他扶兵役军 所以就调到陆光来 他又调到陆光来 那他表现很好嘛 所以我们周老师就很喜欢他 就把他留下来了 对也就收为自己的徒弟了 所以那个当时陆光 我们就有三个深行 就是周老师 然后加吴新国加我 所以我们陆光当时是深行最强的一个团 所以我们就把这三个人把陆文龙这个戏 编排的非常完整 所以那个戏那一年我们就得了一个最佳的金像奖 所以陆文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出戏 也是因为这几个老师 给了我很多不同的传统戏曲的改变在里面 这个启蒙是不停在发生的 是 不是说只有说八岁九岁 十岁十五岁 是 慢慢的就是在不同的老师 以及这些老师自己的揣摩 是 锻炼之下 也会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 对 刚才您还提到了另外一出戏 挑滑车 是 这个挑滑车也是非常大量的 有这个功底跟体能的 是 尤其是挑车挑不动的那个表现 对 表现的不只是他自己没力气了 是他胯下的马没有力气 对 谈谈这个功夫的法药究竟应该如何去掌握 我觉得挑滑车这个戏真的是一个每一个武生 每一代的名人的武生呢 这个戏都是最拿手的 我就记得我这个戏呢是十二岁就学了 十二岁就练 大概练了一年 是跟沐老师 沐晨东老师 我比较走上派的路 是 当时练真的很辛苦 我说过我都在篮球场上练 篮球场上练 你知道那个 他们打篮球不打全场吗 我是扎着靠穿着靴子 要跑那个篮球场要跑十圈 是 跑原场是最辛苦的 那个腿肚子啊 酸得不得了 可是那个功夫就是啊 他让你跑原场 就让你后面的那个四根靠旗啊 不能够这样子前后摆动 你要练到文风不动这样跑 人在跑 旗子不动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 所以那个时候在练那个原场的时候 真的是吃了大量的苦头 告诉我他的翘门在哪 翘门 怎么能让旗子不动 翘门就是你的膝盖要稍微的微微弯曲 然后你要压着 要把这个身体重心压下来一点 压低 然后呢背要挺直 然后你的呼吸要摒气 要慢 要慢 然后由慢到快 由慢到快 是这样子慢慢慢慢跑 所以那个靠旗你自己都会发现 一开始一定是前后这样摆 可是你练到最后呢 当你的腰杆跟你的呼吸都屏住以后呢 然后你的膝盖微微弯曲 他就会跑到就像鬼魂一样 你旗子不会动 这个非常不容易啊 很辛苦 然后再加上挑花车 他的兵器是那个大枪 是 我们内行说要耍的这个风雨不透 而且你耍的大枪时候 因为有四根旗子 是 你耍的时候 对你不能碰到他 你碰到他 你就是你功夫不到 所以你要怎么让 怎么闪 这些都是必须要靠时间去锻炼 然后再加上呢 武声挑花车里面 他有很多这个 怎么讲 我们叫做要子翻身 要子翻身呢 那个旗子啊 你的双脚要并拢 然后呢 要蹲低 翻身的时候呢 旗子要打地 还有讲究 有讲究 旗子要打地 而且那要 啪 要有声音 要有声音 要碰到地板 所以这个 对于一个12岁才开始练靠的一个小孩来说 我们比较没有力气去扛那个靠 那个力量 所以练了一年以后呢 你自己就慢慢长出来那个力气了 怎么要去掌握那个抖靠的 那肩膀跟你的腰怎么去抖靠 怎么亮相 是 那个东西就叫力量 所以要把靠 靠齐 是 甚至手上的枪 对 也当做自己身体 身体的一部分的延伸 没错 我们的老台北 今天我们这个单元是播出第99集 访问的是京剧演员 也是台湾美猴王朱璐浩 他擅长的这个功夫 不只是美猴王 我们刚刚谈到了三叉口 有挑滑车 有武松 陆文龙 都是非常难的 非常艰难的这个角色 还有哪一位老师 在您的这个整个学习过程里面 扮演的非常关键 而且重要的角色 孙元斌老师 他是在我高一的时候 他进到我们学校来教 我的第一出戏呢 就是铁龙山 铁龙山是一个洋派武生的一个大戏 演的是江威 江威观乐 那个时候 我虽然演过这个拿高登 是莫老师教的 但是第一次扎靠 是演花脸 而且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脸很瘦 然后脸比较窄 所以我的 我画江威时候呢 我一定要剃光头 开脸开得很高 开到整个 就像半月头 半月头 然后我的窥头 我们叫窥头 就是个帽子 他只靠你的后半的脑勺顶住 但是武生嘛 你那个还有那个很长的那个染口 是 我们带着那个满 要怎么样的钥子翻身 然后你要怎么样 帽子还不会掉 还不能掉 而且你还有很多开打 是 那要跟八个那个女兵 要很多开打 有刀的 有枪的 有双刀的 你要有做各种的一些技巧性的表演 那最难的就是 他是整个人要 整个架起来 你穿着那个 因为他花脸嘛 所以他的胖 就穿得很厚 以后呢 我手一架小 根本架不起来 因为都被胖 顶到了 所以觉得那个 那场的江威 关心的那一场 跨着宝剑 我觉得那场 是个启霸 然后关心 那个内心的焦躁 然后内心的不安 一个花脸 他怎么呈现出来 因为他脸 这个整个画 都是花脸 看不出表情来 所以他就透过他的肢体 透过他的手势 他手势又比武僧族呢 要再大一些 武僧如果只有在前面 这么一点的话 他就必须要从上 一直到下的表演 等一下 他人就这么大 虽然说里面要穿胖 那感觉上身体会魁梧一点 可是怎么样去表现 这个人比他原来要大一号 这个要多说的仔细一点 是 他就因为花脸的关系 所以他的身体部分 我们就把它放大 如果武僧 我们叫做揉肚子 揉肚子的意思就是 表现出这个人的焦虑 他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他的手势呢就连抖这么这么 两个手轮流在抖 轮流在抖 他就我们叫揉肚子 是把他的内心的情绪 借着手势的表演呢 传达给观众 所以他那个手 如果说动作的范围比较大的时候 他的人也显得大了 对 但是这是武僧 如果是姜威 我就必须要从 从我手势的直的 往天上指 然后慢慢的这样滑到 我的范围就更大 范围更大 到我的脸 到我的胸 所以他是把这个手制 这个揉肚子 整个放大 是 这个就是武僧跟花脸 比较不同的地方 这也是孙云彬老师 教的绝活 因为孙老师 他的父亲的孙玉坤 是北京的这个洋派武僧 是 是洋派第一船的武僧 所以孙老师也算是洋派第一船的 那他在 在教这出戏的时候 他就说 你 你以前学的是上派 上派我刚说过 他就是一个很坐钟 亮相都很矩 短壮 很硬汉的感觉 但是洋派呢 他就是走45度角的那个感觉 所以呢 我一开始跟孙老师学习的时候 不太习惯 是 因为洋派的东西 我觉得哇 他怎么亮相的角度 跟别人不一样 这个就是洋派 然后再上他念白 就比较 属于那个尾音 比较强一点 比较拉高一点 如果说洋派 比较夸张一点 比较夸张一点 他就比较飘逸 是 比较豪爽飘逸 上派呢 就是 很坐钟 然后很扎实 黄中大林 对 所以孙老师在 在给我说这个铁龙山的时候呢 我大概也是学了一年左右 然后 在公演出来时候呢 就发现 哦原来 朱鲁豪也能够唱铁龙山 而且也能够 起码有洋派的味道在里面 一年学艺术系 还是说平常还是有其他的系 在交织着学习 没有 一年就那一出 所以为什么 我剧校学的系 为什么一直到剧团 都还可以再演 就是因为学的扎实 是 这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点 老师都教得很清楚 是 所以我们像陆文龙来说 我基本上连学带练两年半 哇 所以到后来获得这个国军义工竞赛 金像奖的最佳升卷 是 这是两年 两年半训练出来的 所以 所以当你在剧团以后 你不可能每天都练吗 所以当你要演的时候呢 赶紧拿出来练一练 只要练个一个礼拜以后 我们的功又找回来 都回来了 所以那个就是 幼功比较扎实一点 是 为了帮忙家里头的经济和生计啊 你也曾经打算过去拍电影 这个中间好像还包括回台北落军 抽空去国富金典馆看牡丹亭 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一段 但是电影这件事情或者是电视剧 你到最后还是参与了 是 这是后来我自己的觉得说 这个京剧演员出了京剧还会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既然别人有找我去跨别的类的表演的话 我也愿意去尝试一下 不管是电视也好 舞台剧也好 或是电影也好 其实都是蛮多笑话的了 比方说我演那个时候去找李国修演舞台剧的话 那真的是隔行如隔山 脱了古装穿着时装我就不会演了 我连走路都不会 连说话都不会 没有靴 没有靠 对就完全不会了 所以经过屏风的训练以后 就慢慢来觉得体验出舞台剧的魅力在哪里 那我第一次演电视 当然就是您的小说 我知道 将军杯 对 我是演那个年轻的将军 所以那时候第一次演电视剧 我觉得了 因为有经过屏风的训练以后 我就比较能够自如一点 但是我是利用空挡 我就是在在monitor后面 看着刘德凯导演 他如何去去拍这个戏 那时候看杨群 对 那是大演员 他演的是老将军 是 还有白鹰 哇这些人我在看他们演出生 我觉得哇他们怎么演的 他们不是在演 他是很自然 非常自然 所以那个那个就是我要学习的 然后我那时候也拍过一部电影 很好笑 当时台湾是很流行 那个独立电影 是黑道的独立电影 那时候他们就找我去演一个黑道的老二 那是因为会打吗 对 老大是王道 然后老二是我 王道是王爵先生 对 王道 他那时候很红 他也演过我的一出戏 是 那个戏的标题叫做像我们这样拍一部戏 也是刘德凯的导演 刘德凯 对对对 好 所以那时候我演黑道老二 那导演就跟我说 诸如好你穿个风衣 把那风衣的领子竖起来 我镜头在你后面 你就一直走 等到我喊你时候 你就回头一看 我说好好 我就 哎行我就走走走走 他说回头 我就想 我回头之后呢 我就来一个亮相 就是京剧的亮相 京剧的亮相 而且还瞪眼 所以那导演笑死他说 我不要你亮相 那是国际 你只要回头一看就好了 你看看我的闹钟这么笑话来 既然说到了在京剧圈外的活动 我想很重要的一个人 林怀明要提一下 是 因为他应该是到云门去教京剧的身段 对 而这正是林怀明先生非常重视的一种教育 但是对教育是双向的 是 谈一谈和云门的缘分 云门是我在应该是说我当兵回来 是 在剧团里面 那个时候还没有机会演到主角 那林老师呢 是因为他我在剧校的时候 他就看我的戏 是 他就对我对我很有印象 所以他说 主郎 你如果没事的话 可不可以到云门来 我以为他找我跟吴兴国一样要跳舞 结果不是 他说我找你来给我们团员练功 是 教基本动作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去云门上课 那个时候的第一代舞者 吴素军啊 林修伟啊 他们这些人练功 你知道我那时候也年轻吗 所以我教一个飞脚片腿旋子 他们做不好时候 我就做给他看 除了我做给他看以外 我还告诉他说 这个旋子上去时候呢 你眼睛要看哪里 手要摆哪里 就是教学相长 以前我就 反正我这么学 我就这么做 我一做就就可以了嘛 当你要教的时候 你就必须体会 当我要教 我都必须要说得很清楚 因为他们没有学过武功啊 所以我就必须把每一个动作都要拆解 每一个力量都要拆解 让他知道这个动作如何做 所以我在云门从武功开始教 教那个踢腿啊 朝天蹬啊 飞脚啊 旋子啊 很多很多的一些基本功 那林老师也会特别交代 我们马上要演那个心速 我需要用到什么 所以我就专门对心速 要用到的那些技巧 就专门三个小时就练这些东西 比方说到了那个廖天丁 他需要用到一排的旋子 他可能只要十个 不需要四十九个 不需要不需要 所以呢 这两个小时我就专门练旋子 访问的是朱露豪 台湾美猴王 我们的老台北第九十九集 访问的是朱露豪 露豪哥 在民国七十年代初 大概是1982年 你当完兵 回来再到陆光剧团 那是你第一次演出美猴王 对 因为后来在剧团里面 慢慢慢慢自己站到中间了 所以呢 剧团的长官 以及这个前辈们就说 你现在是陆光当家无声 你下次要贴那个美猴王 我说不会啊 猴子戏完全是 完全不会 因为在剧校里面 老师们为了保护我 因为他说你太早演猴戏的话 你会落成毛病 怎么说 因为只要一演猴戏 一亮相就得眨眼 而且不停的眨眼 他说你如果太早学猴戏了 你演个赵云 一亮相 你也眨眼的话 万一习惯了 对 可是美猴王不能不眨眼 是 他躲在太上老云的炼丹炉里 七七四十九天 弄那个火眼精 火眼精 这是他的毛病 对 而且要吃那个仙桃 一定要鼓嘴 然后鼓着嘴 吃东西什么的 眼睛还要不停的眨 对 所以我就在剧校里面 老师为了保护我 所以就没让我学猴戏 所以当我回来剧团以后 他叫我演猴戏 我就慌了 我就赶紧去找孙元斌 孙老师 因为我们历史上 洋派的猴是很有名的 杨小楼 慈禧还封他为杨猴子 杨猴子 对 所以孙老师就帮我说了这个戏 大概学了 可能就一两个月吧 我学完以后 就很匆忙的 就在国际文艺中心就演出了 是 演出完毕以后 观众也没反应 为什么会没反应 因为我演的不好 这就要更仔细的追问一下 你不要客气 但是你得说 你为什么演不好 第一个猴的表情不够 第二个 你没有把猴子的特性演出来 所以美猴王不可爱 他们抓痒 我觉得那只是动作 我就是学了 我是老师怎么教我 动作都做到 都做到 但是观众不满意 这个看起来不像猴 然后我们后台的前辈 张一辉张老师 他就骂我 说你哪是猴 你是像沸沸 所以你有个外号叫沸沸 我当时真的我很受伤 我很受伤 我这么用功 这么努力的去学 为什么被张一辉老师 叫我沸沸 所以那时候我就 我想说好 你们既然都瞧不起我 说我演的不好 我就开始 如何去学猴 所以你是跟猴子学 真去看猴子 我就买一瓶矿泉水 到原山的动物园 那个时候在原山 还没到木杂 还没到木杂 在原山我就买一瓶水 然后在动物园 在猴子的栅栏前面 就观摩一天 我看这个猴子 他们怎么生活 猴王怎么带这些小猴 然后表情 以造化为师 然后表情 喝水的表情 以及猴王 他拿到东西以后 他怎么样去四面环顾 对那个东西的好奇 然后又怕别人偷 就那个表情 防卫着 防卫心 好奇心 都是这么观察出来的 可是孙老师 他并没有说的那么仔细 没有教的那么仔细 所以我就从猴子本身 去观摩 然后去学习 完了以后 后来正好就是两岸开放 已经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 那个时候 我们就看了很多录像带 那个时候 北京的是李光 李老师 是中国经济院的 然后山东有个猴王 叫做白云民 白老师 白云民 对 这两个猴 我就特别欣赏 这两只猴子 特点在哪 李光老师的猴 他就是金朝派 金朝派 那个猴 非常有威严 然后那个偷逃盗单 还有这个八卦炉 什么的 他翻跟斗出来 然后那个样子 你就觉得 哇 这个美猴王 好棒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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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这个人 白云民 白老师 你就一看到 就好可爱 他的猴 他就是 让你觉得 这个猴 他不是在表演武功 他是在玩 他的兵器是在玩的 然后跟这些天兵天将的武打 也都是在玩耍 我就觉得 哇 这两只猴 怎么这么好 这么可爱 而且那么不一样 对 有一次甚至在日本 我第一次看到 李光老师 看到本人 是在日本的新桥剧场 他不是演猴 他是跟卡布基合作 演那个龙王 所以我因为在录像 但已经看了很多李光老师的猴了 所以我就特别 正好在日本的 看到他的挪扎 还特别自我介绍说 在后台的管门的 我说对不起 我说台湾的猪卢 我是李光老师的粉丝 我说我可不可以到后台 看看李老师 所以我第一次在后台 看到李老师 你是闯障 闯障 然后完了以后 这是第一次看到李光老师 第二次看到白云民老师 第一次 听说是在香港 香港 那时候是徽班进京两百年 1988 1988 把所有大陆的 所有的名角 不管是美宝九 美宝月 袁世海 袁世海 什么都有 方荣祥 还有我们白老师 也都去演 所以那个时候 我也是自告奉行 我又闯仗一次 到香港 我说我是猪罗 我想去看白老师 所以我就进去看白老师 所以白老师一看到 我说欢迎欢迎什么的 1988年的过年前 我就提着一个大行李 从台湾 直接坐飞机到北京 再转火车 坐到济南 就到白老师家了 白老师在吃饭 喝酒当中 就告诉了很多 如何演美猴王的诀窍 是 这样去问道 这一定跟之前 有不同的体会 是 如果说要问到一个 演猴的诀窍 到底是李光这一派 还是白云林这一派 更能够得到传神的 还是你要把它融合起来 一方面有柔和 因为白老师 跟我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白老师个子比较小 然后他的嗓子没那么好 是 那我反而我觉得 我跟李光老师有点像 就我们嗓子都能够唱老声 是 所以我就柔和了 李光老师 他的声音 他演猴的声音 然后呢 身形外貌 我就比较柔和了 白云林白老师 最重要的是 白老师告诉我一句话 是 他说你演猴啊 你不要演成人学猴 你要演成猴学人 我觉得这两句话 对我 这很深 我突然之间 我领悟了 以前我都是人在学猴子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 为什么是猴学人 所以他说 一开始你的设定 你的人设 就是你是猴 你在舞台上呢 你一出场 一出场 你就只是一只猴 但是你处处要变成人 反而要让他 让这个角色 离开他自己原先猴的 那个位置 是 去模仿一个 模仿人 处处要表现 我是人的感觉 所以这点是白老师 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提点 然后另外呢 很多技巧上的表演 因为猴有很多武打 他要跟每一个的神仙 二郎神 挪扎 青龙白虎 甚至什么红鸾乐博 你都要跟每一个神仙打 那每一个神仙打 都要打的不一样 虽然武功都一样 但是你的表演要不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 你知道我们唱武生 很讨厌看 轻衣花旦的戏 因为都觉得那样 很讨厌 但是 美猴王这个角色 你必须每一个角色都要会 所以我跟红鸾乐博 在武打的时候呢 我就故意逗他 我还要学他的表演 学女生的表演 对 这些东西 是我以前都不会的 然后再加上 我要学老生 学那个很多很多表演 这些都是 白老师在跟他 喝酒当中 他告诉了很多 然后第二天 大年初一 下大雪 我们两个师徒呢 就拿着什么刀枪把子 锤呀什么的 从他住的宿舍 然后走路 踏着雪 然后走到排练场 他教我的那些 很多很多的技巧 就在排练场 就那天是大年初一 是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在2000年的时候 到巴西去延美后王 是 那个时候你就下了个决心 日后要交棒 是 我想要知道 那个时候你的心情如何 为什么要交棒 以及用什么方式 交棒 但是担子还在你肩膀上 是 我想那一次在巴西的演出 从台湾到巴西 非常遥远 终于到了之后 休息一个下午 晚上就进了剧场 要rehearsal 要连续演四场 我每一场演出完 耍完金箍棒以后 要在谢幕时候 前面都是什么 各路神仙在谢幕 我是最后一个谢幕 我是耍完金箍棒 一到后台 我是躺在地板上 大力的喘 一直喘 一直喘 喘到最后都 那些学生们都说 老师你 你你你 怎么样了 我说我快休课了 就累到那种程度 所以四场演完 我到第五天时候 我终于 我的耳朵里面 是没有声音的 因为前四天 我都是 好像那个时差 没有调整过来 到第五天 终于平静了 但是要回台北了 是 所以我才下定决心说 我是该交棒了 因为太累了 这个戏 但是担子应该还在肩膀上 朱禄豪京剧团 后来成立 是 谈一谈 你对这个团的期待 当然 我希望我的演出 能够 有更多的艺术 能够做一些传承 我希望我的 学生们 除了美猴王之外 我也希望 把它培养成 能唱 能翻 能打的武神 而不是一个 只会翻打的武神 如果只会翻打的武神 他的艺术生命不长 所以我希望他每个年龄 都每个年龄 演的不同的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宿命不长期双海》 演唱 李宗盛 雨水和车身 游弄在窗口 我在都市的边缘停留 我在都市的边缘停留 当时在回忆中消失 三十岁我的直言是自由 勤劳的人啊 无聊的人啊 还有陌生的我 在街头游走 白色的墙株 玻璃的黑幕 藏着改变社会的人物 告诉我 世界不会变得太快 告诉我 明天不会变得更坏 告诉我 告诉我 这未来 都未来 我等待 作曲 李宗盛 是谁在智慧路上的追逐 是谁在智慧路上的追逐 谁让我爬上高楼的顶端 却看不见 昨日的天堂 告诉我 人类还没有绝望 告诉我 上帝也不曾疯狂 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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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未来的未来 我等待 有人说 台北不是我的家 有人说 不要问我 从哪里来 有人说 不要问我 从哪里来 有人说 不要问我 从哪里来 有人唱 台北不是我的家 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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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居住的地方 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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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不会变得更坏 这未来的未来 我等待 这未来的未来 我等待 告诉我 这未来的未来 我等待 告诉我 告诉我 世界不会变得太快 告诉我 明天不会变得更坏 告诉我 明天不会变得更坏 告诉我 明天不变得更坏 告诉我 我要害了解 到了美心 你吗 告诉我 我要去 告诉我 我要做并标 到美心 究竟 sob架 快实步 这未来 我等待 很多月日 个月时 probably Nich 건�ibly 的 Когда 敝还 opened. Hyundai 杉菩 XIA 公� River PZ 告诉我 告诉我 告诉我